所以现在让我重新软件回到软件 然后那个下一个那个PODID什么意思 SW 这个就是一个零件ID 就是他们的物料编号可以他们自己手输在程序里面编程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方把它手输进去 就是以他们公司的那种命名 就是把它手输到这个里面来 就是随便输多少123就是就是这个这个产品的一个 但是他们这种比较单一就不需要 它只是个插片嘛 所以说不需要这个地方 钓匙参与的部分 这个就是这个工资类类型 就比较重要了 这一行 这灵机类型就是我们给到的这个型号 那像我们现在编程 我编程给到的是那个 二头嘛 我们这里有1234可以选择的 那这个选择的它是怎么来的 它是在这个里面 第二个功能的 我们顺带就把第二个功能讲一下 这个数据库 就是一个数据库 进去 那里面这个里面就是对应的这个 这里对应的这个类型嘛 对应的就是这个类型 这个匹配 程序里面你给的东西一定在这里有 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 如果是给的不一样 它可能要么速度慢 要么就报警 我们现在给的的就是一个二头 以这个为准 这个给的一个二头 还有一个三头 一四头这个可以把它取消 我们这个机器没有一个一四头吧 只有二三头吧 只有二三头对 但是这个 那你为什么这里可以显示一头和四头呢 这是我以前做的吧 没去改它 我可以把它删掉啊 删掉是在这里删 删掉 我现在删 现在把它删掉 我们在这个 这个宁静类型这个数据库可以增加可以删除 那这个是一头多余的 我们把它删掉 因为它这里刚好只用到二三头嘛 现在我们在这里删掉了 现在我们的组织数据库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数字 和四头在这里删掉 我们只有二头和三头在这里删掉 这个还是改变英文的麻烦 你直接看你不要打开这个文件吧 就刚才那个文件不是英文版的吗 这里我重新读取一下就只剩下两个头了 所以所以刚才你说那个功能 那个你回到那个左页面把回数据库 这个part type这个零件号码 就是说这个头跟这个你用的哪个头就是哪个头 对跟那个数据库都是匹配的 对收据库里面有就行了 这个是默认的吗 还是说是我们我们选我们手术的手术的 就是我们编成的时候手术的 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头就是之前你用的哪个头 这下面编的成你就就是哪个头了 没有啊 我们看我们有两个头嘛 一个三头一个四头嘛 一个二头一个三头 一个二头一个三头 编的只有这两个头嘛 就是这两个头也选择一下嘛 比如说它是两排料 左边那一排是用二头 右边那一排是用三头 所以说它变的时候就是这个什么对吧 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你能看到part type 就是说你选择什么 不完全是 你说的这个头是讲这个 这个是头号 这个我们刚才不是讲的吗 这个是型号 这个是头号 这个也有点误解 这个型号